然後封鈴森的天賦就是洞察秋毫 法攻提高8% 那你主動使用治療技能之後 會額外移除一個有害狀態 額外移除 額外移除一個有害狀態 不知道是自己本身 還是被治療的那一位 看起來是自己本身 然後主動使用技能的傷害 技能的傷害 額外驅上一個友誼狀態 一個是有害 一個是友誼 主動 傷害的技能 就是對敵人 敵人攻擊嗎 這應該就是說 驅殺你攻擊那位敵人的 身上的有力狀態 那補血是補那個人的 我猜應該是補那個人的 然後增加一個有 額外移除一個有害狀態 區域之術 哎很正常 五內呢 第一招看什麼 第一招是順煞生意 第一招是順煞生意哦 主動在使用另一個 以行動結束遊方角色 可以再次行動 哦好好好 這是莫害模擬戰那個再行動的技能嗎 那個哪個技 我覺得哪個 哪個哪一個角色可以用啊 忘記了 一個穿白色衣服的 好 是麗莎娜嗎 我有點忘記了 OK然後 樹雕 樹仇 引鎖 很基本的 很熟悉啊 這幽城裡面很熟悉的武器啊 冰刃譜還不能看 OK 即身 腰臨時助手法衣 藍環玉璧 避邪玉佩 所以風鈴聲 抽到必戀 必戀 就是這樣 必戀就對了 天瑤派第二代的 四弟子 承襲了一身咒術的好本領 自勇雙拳 但沒對感情卻是 成了痴心 壯意的傻女人 噢言語聽一下 我在尋找 一個人 如果你不在這世上 我也 我也不能一個人活下去 放心 有我在 我會一直守在你的身邊 能夠為你而死 我不後悔 我叫做風鈴聲 看在我年紀大你幾歲的份上 你就委屈點 叫我風姐姐好了 咱們就是這樣 找根本沒人知道的地方 一輩子私守 好嗎 好風姐姐 一個是身具臨陣 主動使用恢復範圍內所有的友方 氣血 恢復量等於失速者 法攻0.5 0.5 施加御核狀態 持續兩回合 御核 對戰後 恢復自身氣血15% 噢 噢 身具臨陣在U層裡面啊 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 呃 犯了之後 我方的 角色會 會不斷地補 自動補血 自動補血 但是這個是範圍內的人都有 然後他就會持續兩回合 慢慢恢復自身氣血 這招 這招還不錯 然後 這是被動技能 神念 如果自身氣血高於90%的時候 則法攻法防提高10% OK 再來 群星巨華 OK 攻擊當 當個敵人造成1.5倍傷害 對戰後驅散目標2個友誼狀態 噢這個不錯 重點是後面那個 驅散2個友誼狀態 然後小的就不用看了 看大的 靈華之力 治療效果提高15% 法防提高10% OK 這個是 被動技能 地獄之陣 OK 地獄之陣大家都很熟悉啦 主動使用 為範圍內的所有友防角色獲得 P甲和P防狀態兩回合 P甲物防提高20% 然後 P防是免疫物防降低 免疫物防降低是什麼意思啊 免疫物防降低 不太懂 OK看來風鈴聲沒有協力技 神華天舞 對範圍內所有敵方造成0.55倍傷害 並為範圍內所有友防 恢復氣血 OK 這個 神華天舞在U層裡面是風鈴聲的絕技 但這招很少用 因為不強 然後這邊變法攻 變法攻 菱形5個 而且是自身範圍內 也就是說 被敵人圍毆的時候可以用這招 OK 好 風鈴聲的絕學就是這樣了 好 好白碗 看一下狀態是什麼 妙音流轉 生命值等於100%的時候 法攻停掉6% 行動結束時 對周圍兩個內隨機 兩個敵人身上的有益狀態 轉化為隨機的有害狀態 哦 蠻實用的 可是他如果去敵人身旁的話 蠻危險的 所以看起來他就是要搭配鐵圍一起行動的角色 會比較好 哇他手指會一起動 有玩者流 不上洗煙 哦 白碗好 白碗好漂亮哦 哦 對我們等下看一下風鈴聲的其他招 七律之術一樣 淋雨滴 水靈珠花 OK這邊都差不多 好看起來是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OK 白碗我應該會練啊 因為我覺得他很漂亮 這一招是神藥爵 對攻擊單體敵人造成1.5倍傷害 對章後為氣血最低的友方恢復氣血 這應該是隨機的 而不是隨機的 就是我方的友人 拿一個血量最低的 自動幫他恢復血量 神奮化法 驅散範圍內 友方生殺3個有害狀態 並恢復氣血 哦 這招也不錯 聖藥之戶 若自稱氣血100% 則承受著物攻傷害 降低50% 這招是地獄服 OK 就是 披甲服的意思啊 就是生魔製作當中的披甲服 神雀 對臨凡陣是新的 哦 這邊有 诶這邊有寫力技的 各位各位各位 看到重點了 上陣白晚 紫蘊 朱環和青螺時 激活戰陣 所有我方上陣 角色物攻物防 法攻 法防 提升10% 且自身相領兩個內有隊友的時候 傷害和免傷提高5% 行動結束時自身恢復20%氣血 哦酷哦 诶這個 我覺得 四病女可以抽 為了為了這個斜地技 青鷹 然後我們其他角色都快速看過 碧海超生 剛看起來重點是剛剛那個斜地技 月兒低聲 恢復範圍內所有目標氣血 並施加先攻狀態哦 哇那這 白晚好像很值得練耶 覺醒 OK好 白晚的 我覺得白晚不錯 可以練 我們聽一下三光源角色的語音吧 人生就當喝酒耍槍 且不痛快在 酒憨凶膽尚開張 虛然如劫 病如蹤 哈哈哈哈哈哈 當須殉忠義 生死報國恩 此乃大丈夫所為 大丈夫 有所為 有所不為 生是大宋人 死 乃大宋魂 尚未盡重 進軍都尉 上官遠在此 何人趕來一戰 大宋的江山 豈能失在我的手下 好我們看一下天賦吧 進軍統領 主動攻擊時傷害提高12% 遭受傷害戰鬥後 或者衝震狀態 持續兩回合 衝震是移動力提高1 提到1 物穿提高6% 上限2成 反正是越戰越強了 越戰越強的意思 而且他主動攻擊哦 才要觸發天賦哦 好 槍影 補通 補通攻擊射程提高1 1格 補通攻擊範圍 變為10至2格 反擊傷害降低50% 若支撐氣血大於目標 大於等於目標 則主動普攻出發追擊 OK 這是可以追擊嘛 然後加上 射程變2% 他本來就要射程2%了 槍兵本來就要2%了 不過從剛才 之前的經驗來看啊 那個拿槍的那些角色 都是攻擊1格的 只有上官有這個被動技能是2格的 OK 訓 這個是千里擊訓 千里擊刑 主動使用獲得神銳狀態 持續2回合 或者再行動3格 哦 哦 神銳 物攻法攻 提高28 欸他有法攻哦 神銳狀態 持續2回合 或者再行動3格 哦 OK 就是 焦快速度啦 那 三官員 一定必練啦 然後 守衛 哦 他用鐵位的功能哦 好 物防 物攻 提高5% 就是 守衛 旁邊1格的人 相當1格的隊友啦 剛捏破 OK 這個一定要會的啦 消耗自身20%氣血 攻擊 甘的敵人 造成1.6倍傷害 戰後施加禁療狀態 OK 持續1回合 可是會消耗自身20%氣血 這招有點 應該看情況 看情況用啊 好 再來這個 銀血 被動 與氣血未滿角色 角色對戰時攻防提高7% 擊殺目標後 哦 會自身氣血35% 哦 這個好像不錯 好 再來這個 衝撞 衝陣衝軍 衝陣衝軍 對沒錯 消耗自身20%氣血 攻擊 當個敵人造成0.8倍傷害 擊退2格 施加斷經狀態 持續1回合 斷經就是移動力下降2 無法所謂 OK 就是打鐵位用的 可是又是消耗自身20%氣血 怎麼都是 消耗氣血的技能啊 銀血很少 攻擊當個敵人造成1.5倍傷害 諾吉一招目標 恢復自身氣血35% 哦 一樣 跟剛才一樣 天降奔裂 消耗自身20%氣血 又是消耗自身20%氣血 攻擊當個敵人造成1.6倍傷害 呃 氣力 反擊成功者額外獲得1.7力 釋放絕學消耗所有氣力 可以獲得以下效果 1.7力的話是 沒損失5% 傷害提高1% 最多10% 2點是5% 2% 20% 3點就5% 3% 跟30% 哇 這這麼特別哦 角色 造成傷害獲得1.7力 反擊成功獲得1.7力 OK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他 學到天降奔裂的時候 應該是補充攻擊會 得到1.7力之類的嘛 然後 集滿3點再放天降奔裂的話 會比較痛 欸 大概就這樣 哦 他先被打 然後主動攻擊打人 打完之後 然後消耗20%的氣血 再攻擊敵人 哪來這麼多血啊 然後為什麼沒有那個迅風槍 是迅風槍 我可以封槍 應該是迅風槍吧 沒有迅風槍 我覺得 蠻可惜耶 我覺得迅風槍很帥耶 真的沒有 好啦 上官員的角色就是這樣子 跟他的兵論 兵人 哦 朱鷹槍 啊 大家都很熟悉的 朱鷹槍 啊 這樣子上官員不是很想練耶 不是很想練 OK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太多了 我看到了 感谢观看